HELLO 大家好 星光隊友 今天大家分享就是這台新版的滑板車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X7 那騎那台滑板車我到目前為止還在服役中 而且他非常好騎 但是因為我老婆也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入手一下廠商的一台新版的滑板車 這次的代號是X9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台車的差異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兩台的一個大小 好 現在看到的就是兩台滑板車 那我現在手指就是我原本服役的X7的滑板車 那這台就是廠商新出的X9的滑板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仔細看會發現其實兩台大小不會差異非常的大 因為他們的設定的輪胎都是10寸的 所以其實在對於收納到車子的後車廂來講 我覺得它的空間佔比不會差異非常的大 但是之前有些朋友會很擔心說X7的安全性 但是我必須先說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非常喜歡X7這一台 因為雖然它像觀眾所提到 只有單邊的煞車感覺不安全 但是事實上它的時速最高也就只有25 加上它的單邊的煞車它後面的設計是碟板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實際在運作的 過程中我覺得它的煞車是OK的 不會到不安全 但是有些人提到就是 爬坡的能力好像稍微弱一點 加上時速好像25公里好像感覺速度不快 這部分的話確實就可能 就是像字面上的數據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很在意爬坡的部分 還有速度的部分 跟你覺得安全的話要雙煞車的話 那X9就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好X9的部分先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握把部分有做過升級 所以這次的握感會比上一代來的好 而且它做的是前後煞車 那前後的部分都是做碟煞 那之所以會改成前後碟煞 是因為它的時速的部分有做過提升 就是現在的裡面的馬達電機 都比上一代更高階一點 所以現在的時速可以來到40公里 而且它爬坡可以來到25度 所以它有點像是小越野的車型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輪胎 雖然跟X7一樣都是10吋胎 但是它一樣做防暴設計之外 它在車胎的部分有做過加寬 現在來到14公分 所以它的抓地性來講 會比上一代來的更好一點 再來就看一下踏板的部分 踏板也比X7來的更寬一點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你載上去的話會感覺更踏實一點 這也是我想換車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我覺得其實X9的部分就非常適合男生 尤其是如果你是比較魁梧比較壯的話 其實在車子的話應該會蠻適合你的 那X7的話 男生的話其實也OK 但是可能會更適合女生騎一點 那X9的部分的話在它的踏板的部分 它也把電池塞在這個下面 那X4的電池的部分也做得比較大一點 那收納的話很方便 可以透過這個踏板上面的兩個開關 將電池取下 那電池的話一樣是 維持跟上一代相同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可以在車上充電 也可以單獨拿下來 單獨為電池充電 這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你也可以再添購一個電池 然後再做一個替換 其實這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的不錯 再來就是在車身的後面的部分呢 前後的部分都有做反光燈條的設計 包含前大燈跟後尾燈 那後尾燈的部分 在按煞車的部分也會很亮的做一個提示 所以這台車在晚上騎的話其實安全性來講也是非常OK 再來就是車身的部分的話 它的掛鉤的話跟上一代比 我發現它有做升級 上一代其實掛飲料這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在猜這次加重的話 其實它的載重的部分可以來到更高 大概可以到8公斤以上的一個載重 其實算是非常的實用 再來我們看一下儀錶板的部分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儀錶板的部分 跟插氣一樣都是使用LED的螢幕設計 質感來講是非常OK 而且它設計就是很簡單 螢幕瞭然 就是上面的部分就直接可以看到實數 下面的話就是電量的指示燈 那它的電量指示燈就是五小格 那續航能力的話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選購的電池不同 來判斷一下它的一個續航的一個里程 好再來就是它的這個段數部分就是三段的設計 分別是第一段沒有圖示的 第二段是帶有一個D的符號 再來第三段呢就是帶有紅色D 也就是所謂的SPORT模式 也就是可以開啟到最高的時速40的一個速度 Leo這邊很建立就是第一次使用 一定不要馬上就開到最高的時速 因為它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它的旁邊按壓式的握把的地方 它的設計的話很簡單 就是一顆模式鍵 你可以透過這個按鍵來做一個模式上的切換 第二個就是電源鍵 長按的話開機 再長按也是就是關機 好下面的話是油門的按壓鍵 它的油門不是設計在握把 也是擔心說你會不小心的去按壓到這個握把的油門 所以它把它設計在旁邊 你必須用右手的大拇指去按壓它 那這個油門設計的話非常的貼心 就是在車子靜止的狀態下呢 按壓油門是沒有效果的 它必須要稍微滑行一段 再按壓油門才會有效果 這也是確保說不要一開啟滑板車的直接按壓 它就暴衝出去 所以這個設計來講是非常的安全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旁邊的喇叭的部分 設計的話就有點像自行車一樣 給大家聽一下這個喇叭的聲音 聲音的話其實算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說夜晚在騎的情況下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示意 那大致上它的功能的話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直接來試一下它的騎乘效果吧 好測試的差不多快段落了 那整個四騎的騎乘效果 我覺得它要比X7更穩一點 那這台車最大的特色呢 不管是在平坦的路上 或者是騎驅不平的路上 或者是下雨天 地上比較滑的情況下 我在四騎的過程中 我都覺得它的穩定性來講是非常OK的 因為它整體的話 車子的話其實也有二十幾公斤的重量 加上輪胎有加寬 還有它在騎的過程中的話 前面有避震的部分的話 會有一些緩震的一些效果 所以我覺得 試騎起來的話穩定性是OK的 當然這個 這種類型的產品的話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是要參考一下一些法規 還有一定要有一些安全的護具 像Leo今天就只是做一個測試 所以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周全 但是大家在戶外騎這種車的話 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且要注意法規 好那整體試用下來我覺得還不錯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相關的內容 發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參考 那今天的介紹就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一個財米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財米的資訊欄 除非要有役去張對汁 我們下一個財米的資訊欄 除非要花花的資料 我們下一個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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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財米 我們下一個財米 那些財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